嗨,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Gigi休斯顿房屏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房子是一套位于休斯顿Sherglem的一个小湖景房 这个房子的房林稍微旧一点 看到茂盛的树也就看得出来 树林等于房林 这个湖景虽然有个湖景 但是它的占地不是很大 占地只有5000多尺 居住面积只有1800多尺 但是里面是很精致的 在我接到这个房子视频 在做的过程中这个房子卖了 我又觉得拍都拍了是吧 必须要放上来一下 所以还是让大家看一下 是有这样类似的房子的 但是这套已经卖了 右手边就是一个卧室 还有一个洗手间 房子整体都很明亮 我个人比较喜欢这种感觉很明亮的房子 然后这边有一个洗手间 洗手间的这个里边布置也是挺漂亮的 你看金边边现在最流行的元素 灰色的墙 白色的瓷砖 都是现在最流行的元素 然后再出来这边就是 另外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是地板的 而不是地毯 那这边有两个房间 共用一个洗手间 我们再往里走 因为这个房龄是1992年的 但是你看它的装修 还有它这个维护程度完全看不出来 现在看到的这个位置就是餐厅 然后再往前走就是客厅的位置了 客厅的窗户很多 很大 所以还有十木百叶窗 所以整体的感觉就是很明亮的一个房子 客厅的旁边就是一个厨房 对于一个1800多尺的小房子来说 厨房已经非常大了 厨房的旁边还有一个早餐厅 早餐厅的旁边的这个小房间 就是洗衣房 打开灯给大家看看 洗衣房是这样子的 上面做的橱柜 可以放很多的这个清洁用品 然后旁边就是这样的一个厨房 它这个厨房的炉灶是在中间的 是天然气的炉灶 上面通着这个抽烟机 但是炉灶和抽烟机之间的宽度 这个高度比较高 所以我觉得对于中国人炒菜来讲 可能还不太够 得把抽烟机再往下放一下 就这样子 一个炉灶 然后再往前走 就看到这个 从窗户外面看就是有壶 还有一个小院子 它这个院子就很小了 基本上就是打开门就能迈到壶里去 主卧在最里面的位置也是窗户看出去就是壶 然后石木地板 主卧的洗手间 是重新翻新过的 所以整体的状况和感觉都是很漂亮的 你看它这个灯啊 还有这个镜子啊 镜子边框啊 橱柜啊 都是做的蛮不错的 这边是马桶间 整体来讲非常精致 这个房子住起来是很方便很舒服的 但是主卧是没有浴缸的 它把主卧浴缸砸掉了 然后做了一个比较大的淋浴缸 现在大淋浴缸也是流行的趋势 你看它的主卧有两面窗户 所以非常凉堂 现在我们就去月儿里看看 这个月儿就是比较小 因为占地只有五千多尺 但是整体的感觉是很舒服的 当然了月儿这么小 你也不用割草 不用维护也非常舒服 这个湖里面呢 是可以开着船继续往里开的 所以有一小船停在这个旁边 如果对于结婚不久的小夫妻 想住的比较方便 然后区域又比较好 那这个选择就比较好了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套房子 如果您有休算的房子需要卖出 或者您想买入休算的房子 欢迎联系我们 我是GD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拜拜